本期视频你将看到 给Switch刷安卓、刷Linux、超频、跑分 在Switch上玩原神和奔铁 用Switch模拟PS2和PSV 把Switch变成Steam Deck 本地原神运行PC大作 甚至是玩战神4 哇 今天这期视频下来 我们手上这台Switch真的是要被炸干了 有没有非常期待呢? 记得点赞关注 那么废话不多说 赶紧开始折腾Switch吧 Switch一直被我们戏称为电子垃圾 主要还是因为它的性能过于落后了 这个也是老生常谈了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喜欢折腾软硬件改造的发烧流来说 Switch的可玩性还是挺高的 不仅老任原生的HorizonOS系统 可以超频、改化质、乱搞很多东西 你更是可以刷上其他系统来折腾 比如说刷安卓 最近刷安卓的Switch root项目就更新支持了新版Switch了 作为一个给手机刷过Windows 给PS4装过Linux的老NTR玩家 我肯定是非常感兴趣了 想要给Switch装上安卓乱搞呢? 我们首先当然需要一台被撅了的Switch 毕竟是刷任何系统的操作 前提肯定是你的bootloader已经被干掉了 Switch上用的第三方bootloader就是这个HECUT 这个bootloader是用希腊女神命名的 不管是刷机、引导系统、分区、改配置文件 任何的底层操作都离不开HECUT 那我们首先把它先部署好 然后在Switch root的官网 其实是给到了非常详细的刷机教程了 我们直接按这个一步步来就行了 先去下载安卓的包 这里是提供了安卓TV的版本和平板的版本 想要把Switch改装成电视盒子的话 倒是可以试试安卓TV 不过我们今天还是先来装这个平板版 那我们先进到HECUT 把这个Joycon的蓝牙配置文件导出来 然后我们给SD卡分区 分完区之后 把安卓的镜像和配置文件都丢进去 这个bootload里是可以自动识别 装上安卓所需要的recovery这些的 按照官网教程里的步骤来做 整个过程还是蛮简单的 刷完安卓 再刷一个TWRP 装上面具 把我们的机器给root之后 现在咱们就算是在这台Switch上 跑起安卓11的系统了 这个界面看着还挺像那么一回事的 尤其是在Switch OLED上面 屏占比比较高嘛 是不是感觉真的像一个小平板一样呢? 嘿嘿嘿 你甚至还可以给它装个小键盘 在这个上面半功打字 这不就成为一台Surface OLED了吗? 你的下一台电脑何必是电脑呢? 它也可以是Switch嘛 你说对吧?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这个安卓就算是装完了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还没完 你们也都知道 Switch的性能是很弱机的 那要想在安卓上面胡搞八搞的话 默认的这个性能设定就有点保守了 我们得给它超个屏 Switch的安卓是给了好几档的性能预设 在bootloader里面我们可以找到配置文件 给它加上OC的命令就可以了 最高档位上CPU是可以超到2.3G GPU是可以跑到1267Mbps的频率 作为参考 Switch原生的CPU是跑1GHz的 GPU掌机是460Mbps 底座是768Mbps 这个性能已经比任天堂规定的要快很多了 但是光超CPU和GPU还不够 我们可以再加一条RAM OC的命令来超内存 Switch默认的1600Mbps内存 带宽实在是太低了 只有26G不到的带宽 你要知道Switch的Tegra芯片可是一个核显的SoC 内存带宽就是显存带宽 1600Mbps的频率 哪怕在初版Switch的LPD4内存上都算是很保守的 后来续航版和OLED升级成LPD4插之后 这个频率简直是太看不起内存颗粒了 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往上超一点 对于性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安卓下我们最高是可以超频到2133Mbps 其实Switch本机的潜力是远远不止2133Mbps的 但是安卓就只能到这个程度了 因为Switch的安卓系统是从老黄的SHIELD TV电视盒子改过来的 那个机器最高就是2133Mbps的内存标定 可能内核也是设定了一些上限吧 再往上改也是不生效的 不管怎么说能超到这个程度提升其实已经很大了 咱们既然已经刷了安卓了 那就先来跑点分看看吧 Switch的这4颗A57的CPU 那真的是烂到发指了 我们如果按照任天堂原定的1GHz来跑 它4个核加起来都只有568分 这4个核还不及现在的低端机 消融4进1的一个核来的强啊 哇靠 我就很佩服网站上面一直游戏 尤其是全平台游戏的那些开发者 太不容易了 实际上它这个1GHz就是老人强行定的低频 Tegra X1原本的标定都是远远不止这一点的 这台OLED上的16nm新版X1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从1GHz超频到2.3GHz提升非常巨大 CPU的多核性能几乎翻倍了 超完频1100多的CPU多核 差不多是接近骁龙821的水平吧 821虽然还是挺弱机的 但是好歹也算凑合能用了 GPU就更有意思了 Switch的这颗GPU其实算是它的强项了 就如果和它的CPU比的话 掌机模式跑完的Life Extreme可以有482分 这个已经是接近骁龙845的水平了 底座模式741分 差不多是超过778G 不如855的GPU性能 如果我们再往上超频 有意思的来了 GPU核心超频到1267Mbps 不超内存它能跑900分 这个已经是超过855了 那我们如果再把内存超到2133的频率 它甚至可以突破1000分 接近骁龙865 光超了这么点内存 就拉高了10%的GPU性能 可想而知 这台Switch的内存瓶颈有多严重啊 应该说Tegra X1的GPU还是有点本事的 但是老任显然是把它限制的太过保守了 低频加低显存带宽 为了续航和发热真的是牺牲了不少性能 好了好了 既然我们已经刷了安卓了 那是时候来玩一些Switch不敢想的游戏了 比如说原神 啊 来 我们来试试看 原神 启动 哎 进去了 好像是成功运行了 哇 虽然说成功运行了 但是感觉卡爆了呀 你看 我这个虽然说进了游戏 但是随便走两步就卡一下 哇 真的 两步一卡呀 这个掉帧掉的真的有点离谱了 其实如果能稳定下来的话 帧数也能跑到30帧以上 但是这个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掉帧 实在是不能忍啊 我记得好早以前吧 原神就说过了要登无Switch了 结果至今都没什么消息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了吧 我们都已经把这个4核A57的CPU超到2.3G了 还是卡的没法玩 而且CPU平静的话 降化质也没啥用 2.3G都姑且是这个表现 Switch本来的1GHz 我是真的想都不敢想了 应该说Switch这种低于高显的配置 天生就不太适合玩这个 我们再来试试另一个硬件杀手 奔铁 看看能不能玩得动好了 哎哟 好像也可以顺利地进到游戏里 我们给它开到中画质看看 哦 这个表现好像还可以啊 中画质的奔铁 我们在仙卓罗幅是可以稳定地跑在30帧以上的 这个还挺流畅的 感觉这个游戏的性能应该已经不输给一些中段手机了 游戏体验甚至还不错 经历过刚刚原神里的摧残 Switch玩奔铁的表现居然是让我有点意外的 那我们再降低一点画质看看 哦 可以跑到50多帧了 虽然说这个最低画质观感上实在是很感人 但是这个流畅度倒是实打实的提升了 应该说奔铁是一个GPU要求非常高 但CPU要求没有那么高的游戏 这也算是正好契合了Switch的特性吧 所以玩起来好像还挺像那么一回事的 感觉可以期待一下这个游戏移植到Switch上 我们这个视频系列叫NTR系列 那么我逛完手游肯定是不够的 咱们赶紧做一点NTR的事情好了 比如说在Switch上玩PS2的游戏 看到这个GT赛车的画面显示在Switch上 真的是让人浑身兴奋啊 安卓端的A3SX2模拟器效率还是蛮高的 不过还是老问题就是Switch的CPU实在是太弱了 还是不太能够满足全速运行PS2游戏的 必须得跳针才能勉强玩得了 我们再来试一个好玩的 就是这个Vita 3K PSV模拟器 在Switch上模拟PSV 这个真的是未曾设想的道路了 你还别说 Switch和PSV在形态上还挺接近的 在这个上面玩PSV游戏我一点都没觉得违和 不过这个Vita 3K的开发目前还是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 很多的大型游戏都有图形bug有在解决 并不是一个可玩的状态吧 当然这个运行效率还是蛮惊艳到我的 先不说这个满屏破图吧 至少流畅度还算是合格 你可以预见等这个模拟器再改善一下兼容性之后 Switch是完全有可能完美运行PSV游戏的 话说回来这个Yuzu也已经登陆安卓端了呀 那我们岂不是可以用Switch模拟Switch吗? 嘿嘿 我早就想试试这个骚点子了 不过可惜Yuzu在安卓端的GPU兼容性目前还是比较差的 照现在还不兼容这颗Tegra X1的GPU驱动 这个我模拟我自己的骚操作 咱们就只能暂时放一放了 你知道在这个安卓系统里它还能玩啥吗? 半条命二 你们可能不知道啊 老黄曾经给安卓端的Tegra平台移植了很多PC游戏 用来服务于SHIO的掌机 还有后来的SHIO的TV 这些游戏在安卓端是称得上老黄独占大作的 其中大部分的作品其实都出了Switch版 唯独古墓丽影9和半条命2你在老人那儿可是玩不到的哟 古墓丽影9很可惜 这个在Switch上有兼容性的问题目前是进不去的 但是半条命2我们还是可以很轻松的进入游戏的 你还别说 这个半条命2跑得还挺顺的 没遇到什么问题 甚至手柄的适配都做得挺不错的 从性能上讲目标帧率也是定在60帧 复杂场景下依然是会掉帧的 我唯一的愿念就是用手柄玩半条命2还没有辅助瞄准 这个操作体验确实是有点感人了 Switch装安卓我们算是折腾了一个底朝天了 是不是还没尽兴呢? 别急 你看看进度条就知道了 更骚的还在后面 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Switch装Linux 你可以给你的Switch刷上LCT的Uban图系统 然后通过三五天没日没夜的折腾之后 我们甚至可以在Switch上玩上PC大作 原生运行的哟 听起来是不是很牛逼呢? 为什么一个ARM芯片的Linux设备 可以玩得了Windows上的PC游戏呢? 其实我们这里用到了几个很重要的转译工具 Wine、Box64以及DXVK Wine已经是这个频道的老朋友了 喜欢折腾Linux的同学肯定知道 这是一个能让你在Linux和MacOS下调用Windows API的转译层 不论是Steam Deck的Proton 还是最近MacOS刚出的游戏移植套件 其实都是基于Wine去做的改进 另外一位Box64 这个东西也很有意思 这是一个ARM转译X86的模拟器 32位版叫Box86 64位版就是这个Box64了 你肯定会觉得模拟嘛 转译损耗肯定是很大的 但是实际上Box86和Box64经过多年的发展 现在的效率已经非常高了 完全可以帮助我们在ARM平台上跑动X86的应用 除此之外 我们还需要DXVK 顾名思义 这是一个把DX的图形接口转移成Vulkan 以便我们在Linux下运行的转移层 其实Steam Deck就用了DXVK 它的效率我们在Steam Deck那期视频里也看到了 几乎没有什么损耗 对吧 不过同时用了这么多的转移工具 总觉得有点野路子呀 不知道最终的转移损失到底有多大 那我们先来折腾看看好了 其实这个折腾的过程还是挺烦的 装Linux倒是很好装 SwitchRoot的官网也写了详细的步骤了 和安卓一样 分完区后烤入必要的文件 然后在HECUT里面也是有一键刷系统的预设选项的 轻松刷上之后 我们稍微设置一下 你看这就给Switch刷入了基于L4T的Ubuntu 18.04的系统了 为了方便操作 我这里还给Switch接上了键鼠 哎呀 这个阵仗看着真是有点画风清奇的 装完Linux之后 先更新 升级一下 然后呢 我们来装一个Jetson Stats 来看一下机器的软硬件状态好了 用这个JTOP的命令就可以实时的监控我们的硬件了 系统这里的右上角我已经开了高性能的档位 我再输一个Jetson Clux的命令 这个可以强制让Tegra处理器工作在最高频率 风扇拉满 那它现在的CPU就定屏在2.3G了 不过默认的这个内存频率也太低了 1600的性能我们刚刚也讲了是很糟糕的 GPU也没有超到最高 那我们干脆开始折腾之前 还是先来超一下屏好了 Linux和安卓不一样 它是没有内存超频限制的 我们甚至可以给内存加压进一步超频 我手上这台机器可以超到2500MHz 对于性能的帮助还是挺大的 包括我们可以换一档超频预设 把GPU再超高一点 现在我们再进JTOP 你看这个内存就超上2.5G了 搞完性能之后 我们就得开始漫长的部署流程了 我们先得在Linux下部署Box64 部署Wine 稍微设置一下Wine 这两个都部署完之后 我们其实已经可以运行Windows软件了 我们可以跑一个Cinebench 25来看看 哇 这个渲染速度真的是慢的可以啊 感觉像是等了半个世纪之后 我们终于是跑出来了 多核83分 哇靠 两位数的跑分 你见过没 这个CPU的性能甚至还不如10年前 载版上的Atom Z3735F A57本来就弱 在套上转一层 你也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好的表现了 说实话这么点点CPU性能 我是非常担心接下来的游戏表现会怎样呢 搞完了Box64和Wine之后 我们就得来弄DXVK了 不过在这之前 我们先得把这台Switch的Jetpack 也就是老黄的驱动更新一下 Switch root项目的L4T系统 默认只提供了32.3的驱动支持 这个驱动下我们只能使用Vulkan 1.1版本 效率会比较低 很多的游戏可能是跑不了的 理论上这颗Tegra X1 最高是可以升级32.7的驱动 可以用Vulkan 1.2 但由于这个版本会有很多的bug和性能问题 所以Switch root的开发者在preference.d里面 禁用了这个升级 可是对于我们转译Windows游戏来说 升级到Vulkan 1.2又是很有必要的 所以还是把这个封印给解开好了 我们成功的升级完驱动之后 现在总算就有了Vulkan 1.2的支持了 咱们可以考虑装上DXVK了 不过我们还是不能用最新版的DXVK 2.2的 因为那个是要求Vulkan 1.3的支持的 Tegra X1怎么都不可能支持Vulkan 1.3 我们就只能用一个稍老一点版本的DXVK了 搞完DXVK还没完 我们还得用一个叫WineTrix的工具 来配置运行环境 大家都知道 要想在Windows下运行游戏 肯定是少不了大量的依赖 各种DLL文件 对吧? 借助Vine打游戏的时候 也是需要这些依赖才能正常工作的 装完了各种依赖之后 我们最后还得做一件事 就是调大虚拟内存 Switch只有4G的物理内存 这对于PC游戏来说是完全不够用的 为了让游戏至少能够运行得了 我们还是给它分配一个8G的虚拟内存好了 其实在Switch的Linux上 新游戏的表现很可能是要比老游戏更好的 因为Tegra X1的L4T并没有提供32位的驱动支持 这是一个纯64位平台 所以只有Box64下运行64位游戏 我们才能直接调用GPU驱动 如果是玩老游戏的话 我们必须要用到Box86 那GPU就只能走MESA加VRGL之类的弯路了 效率反而要比64位低很多 不过为了运行Steam 我这里还是装了Box86 有一说一 这个装起来要比Box64麻烦得多 你必须要建一个隔离环境 用Shroot去装才能装得上 而在GBA TEMP的论坛上有找到详细的教程 按照这个来就行了 搞那个折探Linux果然是很费事的 好在经过一番苦战之后 我们的这个准备工作总算是做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我们现在就来跑一个Steam看看好了 诶? 居然真的能运行 成功地在Switch上跑起了Steam客户端 我们甚至还可以进入Steam的大屏模式 哇 看到这个界面怎么说 四舍五入这不就是一台Steam Deck了吗? 哇 毫无违和感啊 有没有 不过对于Switch来说 一个比较蛋疼的问题就是Steam会占用大量的后台资源 所以开了Steam之后 游戏就完全跑不动了 所以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只能尽量不使用Steam了 那第一个游戏 要我们先来挑战一个难度稍低一点的好了 泰坦陨落2 诶 其实这个难度也不低啊 这也是正儿八经的PC3A大作 对于Switch破CPU来说 能跑任何的大型游戏都算是奇迹了 那我们来试试看起源引擎的泰坦陨落2能不能跑得动呢? 诶 进游戏了 哇 这个主菜单好流畅啊 感觉好像有希望啊 不过这个加载是真的卖到有点离谱了 我们是等了好长好长时间都没有加载出来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等待了将近10分钟之后 我们总算是进到游戏里面了 诶 感觉好像还行啊 这个帧率我们现在720P中画质 甚至是能跑到30多帧了 可以啊 好吧 这个其实只是一个开场 实际玩到后面之后 又进入战斗场景之后 就没有那么流畅了 时不时会掉帧 不过大多数的时候好像也能够有20多帧吧 感觉这个帧率还算是能玩的 挺好的 就是这个游戏的音频有一些bug 声音听起来简直卡爆了 但是这个玩起来 只要不听声音 居然还勉强能玩啊 诶 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用这么垃圾的A57 加4G的物理内存 还套了这么多转移层 怎么说 这个表现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 要不我们把这个挑战再升一个集 玩一点要求更高的3A大作吧 比如说GTA5 当我看到这个logo的时候 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还兴奋了一下呢 结果游戏就永远卡在了独档界面 过不了阿星的验证 可惜了 不过没事 GTA5跑不了 咱们还有好多大作可以尝试呢 比如说 鬼汽5 哇 这可是用RE引擎做的现代游戏啊 就算卡表的优化再好 是不是也有点太为难Switch了呢 这个咱们就跑了才知道了 诶 成功是进到了主菜单里了 这个主菜单看着还挺有戏的 蛮流畅的对吧 我们也一样是开到720P原生的分辨率 加上低画质 我们来玩玩看 你先猜猜看它能跑多少帧 哇 这个过场居然能有20帧的样子 好像还挺有希望的 实际玩的时候呢 好像也能跑到个十五多帧吧 就十几帧吧 感觉好像还行啊 卡是挺卡的 但是姑且还能操作得了 最关键它不像这个TITLE 02那样有音频问题 它的声音也是很流畅的 可能也就这个帧数稍微低了一点 对吧 四舍五入就等于能玩嘛 是不是啊 说实话 你想想这个游戏的体量 它居然能够运行得了 好 我已经是非常感动了 那我们降低一点分辨率看看能不能让这个轨漆5跑得更流畅一点呢 没有办法更流畅了 降完分辨率还是原来的帧数 这个也是意料之中了 我们切出去看一下占用就知道了 这个四核的A57 CPU已经快要跑炸了 CPU瓶颈非常的严重 对于这些PC的大作来说 你就是再降低画质也突破不了这个极低的性能上限了 帧数就卸在那了 没法再上去了 哎呀 我觉得如果能再优化一下呢 以这颗GPU的性能完全是可以流畅的玩鬼器5的 好了 连鬼器5都能跑 那我们是不是得尝试一下终极NTR了呢 来 我们来试一下Switch玩战神4 一个PS4游戏飞串流原生运行能不能跑得动呢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 哦 看到没有 这个索尼互动娱乐的logo跳出来了 是个好兆头啊 我们再等等它 你看它这个右下角在努力的加载当中 哎 成了 经过漫长的等待 咱们进游戏了 哇靠 我们现在在一台Switch上运行战神4啊 本世代的索尼游戏 虽然它这个帧数有点感人就是了 不到两位数流畅运行 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画质 720P低画质 它这个渲染倍率只给到50% 有点没必要 咱们又不是跑不动原生720P 来来来来 给它拉上去拉上去 你看帧数没区别 还是接近10帧 反正我们就当它是流畅运行啦 这个画质好像还不错啊 开到原生720P之后 非常清晰啊 主机机画质有没有 我感觉PS4上也差不多就是这个画质了 来 我们进游戏来砍数啊 其实真延迟还是有点高的 还是我们这个CPU过于烂了 而且我们的4G内存也很不够用 时不时会出现一些卡顿啊 但是这个PP7也算是顺利的放下去了呀 是吧 你看我现在就在顺利的操作这个角色 对吧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游戏可以以各位数的帧率流畅的运行 还挺像那么一回事的对吧 虽然说咱们这个帧率就只有不到时针 但是能在Switch上运行的了战神 我觉得已经够牛逼的了 这可是一个PS4游戏啊 这波终极NTR就问你服不服 其实既然能跑PC游戏 那咱们也不一定非得玩一些大作 对吧 也可以玩各种经典的PC小游戏 比如你可以在Switch上玩三维弹球 包括你也可以用Switch玩一些老人不太愿意看到的游戏 对吧 嘿嘿 哎呀 反正刷上Linux之后呢 玩啥就由不得你老认为啊 也许有的同学会问 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呢? 咱们又不是没有PC 为什么要用一个比PC弱这么多的破烂战机去玩这些呢? 是不是闲着蛋疼啊? 我的回答是 我就不是来玩游戏的 我是来玩硬件的 我愿意在Switch上折腾这些 恰恰就是因为这么干很不符合常理啊 但我却能这么干嘛 就像为什么要登山 因为山就在那 对吧 对于我们这些发烧友来说 玩硬件收获的快乐 看到Switch上跑动了战神所收获的快乐 一点都不亚于通关任何一个游戏 至少在我的眼里 拿一个有限制的设备 去做一些超越自我的事情 这个折腾的过程才是最有趣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到我们的节目之后 看到我们的兴奋镜之后呢 也能够对折腾硬件这件事赶点兴趣 对吧 和我们一起折腾下去 不要太纠结于现实意义 毕竟折腾的快乐 凡人不懂 好了 今天的Switch特辑 看的过不过瘾呢 喜欢的话一定要点赞 关注支持我们 我告诉你 这还只是Switch的第一期 我们今天是玩了一些NTR的事 我们还会有第二期节目 给Switch改造散热 挑体质 然后超频 超到它冒烟 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